海王星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距离太阳最遥远的,也可以说是最神秘的行星吧。 截至目前为止,很少有探测器被发送到这个行星,这也增加了观测和调查的困难度。 各位观众大家好。 尽管如此,聪明的人类还是成功地从相当近的距离拍摄到了海王星。 而且,我们对于这个遥远的星球还有很多的探测计划。 到目前为止,我们究竟知道了什么?科学界又是用什么方式来研究海王星的呢? 这里是Top10频道。 接下来我们就会告诉各位一切。 影片正式开始了。 海王星是如何被发现的? 几千年以来,人们都以为太阳系只有七个行星。 而且,古代的天文学家还将太阳和月球也归类为行星,并没有把地球列在其中。 当地动说成为主流的时候,人们认为行星一共有六颗,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 这些行星都是用肉眼可以观测到的天体。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的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到太阳系的行星其实超过六颗以上。 举例来说,有时可以用肉眼观测到的天王星被认为是一颗光芒微弱的恒星,或者是被观察者误以为自己看错了。 直到1781年,威廉·赫歇尔才成功地观测到了天王星,并证明它是一颗行星,这也扩展了科学界已知的界限。 另一方面,海王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用肉眼观测到的,因为它离太阳实在是太遥远了。 也因为这样,直到望远镜发明之后,我们才知道天王星的外侧还存在着其他的天体。 漫长的两个多世纪以来,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中偶尔会出现海王星的身影。 不只是伽利略在1613年成功地观测到了海王星,1795年的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还有刚刚提到的威廉·赫歇尔的儿子约翰·赫歇尔也在1830年成功地观测到了。 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三位伟大的科学家都没有意识到海王星其实是一颗行星。 因为察觉不出天体位置的改变,他们就以为自己观察到的是恒星。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海王星和天王星一样,都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绕着太阳公转。 因此,要捕捉到它们在空中移动的样子是相当困难的。 科学家第一次意识到海王星的存在,是因为天王星的移动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他们尝试着计算天王星的移动,但是却以失败告终了。 随后的观测显示出,第七颗行星和预测的轨道位置有着越来越大的偏差。 科学家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假设来解释这种现象,其中也有一些非常异想天开的说法。 举个例子来说,甚至有人认为牛顿定律并不适用于距离太阳很远的地方。 和这些天马行空的理论比起来,真相其实非常的频繁。 1840年代,法国天文学家于尔班·勒威耶曾经发表过很多篇论文, 它证明了天王星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轨道运动, 是因为太阳系中存在着另一颗巨大的行星, 也就是说,是这颗未知行星的引力作用影响到了天王星。 勒威耶计算了那颗行星的轨道和大小, 并且成功地证明了它在天空中的位置。 1846年9月24日, 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和他的助手将望远镜对准了勒威耶指示的那个地方, 最后竟然在离预测位置不到一度的地方发现了那颗行星。 这颗行星于是被命名为海王星。 我们是如何探索遥远的行星? 正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在20世纪之前, 科学界对于海王星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例如说, 即使到了1930年代, 也有人认为海王星的地表是坚硬的固体。 1846年, 就在这颗行星被发现的几天之后, 威廉·拉塞尔也发现了海王星最大的卫星, 海威伊·特里顿。 很有趣的是, 直到1949年, 发现另一颗卫星海威二·内勒德之前, 一百多年以来, 海威伊都被简单地称为海王星的卫星。 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卫星存在。 科学家已经确定, 海王星的质量是地球的17倍以上, 是介于地球和巨行星之间的中等大小行星, 半径约为24000公里。 海王星到太阳的距离是近日点29.7天文单位, 远日点30.44天文单位。 直到20世纪的后半, 我们才准确地计算出海王星围绕太阳运行一周所需要的时间。 它的轨道周期稍微少于165地球年。 也就是说, 自从迦勒发现海王星之后, 海王星好不容易过去了一年, 这地球却已经是2011年了。 海王星是一颗冰具行星, 它的大气层主要是由氢和氦组成的, 还有微量的甲烷, 但海王星本身含有大量的冰, 主要成分是水、 氨和氢硫化氨。 也因为这些特性, 它和木星或土星不一样, 而是比较像天王星。 实际上, 这也是为什么海王星在现代分类中会和天王星一样被归类为冰具行星, 而不是气态具行星。 航海加2号是第一个, 也是至今为止唯一到达海王星的太空探测器。 1989年, 这艘探测器接近了八大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 海王星的探测被视为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因为它可能是航海加2号能够造访的最后一个大行天铁。 探测器很有可能因为太接近海王星而损坏, 但控制中心已经把这个可能性当成是预期中的损失了。 航海加2号经过了距离海王星最近的地点, 也就是北极上方不到5000公里的地方。 探测器最先探索了这颗行星的磁层和大气层。 另外, 它还成功地得知了这颗冰具行星的大小和质量。 在探测器拍摄到的第一张照片里面, 许多有趣的事情都清晰可见。 例如, 航海加2号发现了所谓大岸般的飓风系统, 并仿照木星的大红般命名。 这是一个强大的飓风风暴, 大小与地球不相上下。 风暴的性质还没有被完全厘清。 大岸般起初被认为是一大块云, 而根据后来的推断, 它应该是海王星的甲丸云中的一个巨大的孔洞。 通过这个洞, 说不定可以看到下层的大气, 甚至是海洋。 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 虽然木星的大红般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界, 但海王星的大岸般竟在1994年就消失无踪了。 当哈勃望远镜在观测海王星的时候, 并没有确认到大岸般的存在。 不过,2016年出现了一个名为新大岸般 或是北方大岸般的一场新风暴, 到目前为止好像都还没有消失。 整体来说, 我们了解到海王星的大气比预计中的更加剧烈混乱。 在这个行星上有着太阳系最强烈的风, 一般都是从东向西吹。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海王星产生如此剧烈的风暴, 但这可能与行星深处发生的变化过程有关, 而这些风暴也可能有着尚未确定的内在能量来源。 另外,航海家二号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它竟然观测到了海王星的极光。 虽然极光的形成机制和地球上是一样的, 但在海王星上的极光一定更强烈也更漂亮吧? 我们无法惊眼看到, 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航海家二号也对海王星的卫星进行了各种调查, 特别是它探索了海卫一, 并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卫星惊人的间隙权和火山。 截至1989年, 科学界只知道有两个海王星的卫星存在, 也就是海卫一和海卫二。 关于另一颗卫星, 海卫七拉里萨的数据存在着矛盾, 但航海家二号证实了海卫七的存在, 而且还发现了好几颗新的卫星, 海卫三纳伊阿德, 海卫四纳伊埃多, 海卫五、戴斯碧纳、海卫六、 加拉提亚和海卫八、普罗透斯, 可以说是科学界的大丰收。 不过, 这些卫星的外观看起来都很像宇宙中的小岩石, 并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地方。 在那之后, 科学界都一直是使用地面和太空望远镜 在进行海王星的研究了。 以上, 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目前, 有各种研究计划预定要将探测器发送到海王星, 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进行。 太阳系的第八颗行星仍然隐藏着许多的谜团, 希望不久的将来, 人类能把这些谜团解开。 一定要订阅本频道, 还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也别忘了, 在社交网站上分享这支影片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还会继续制作很多有趣的话题。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支影片, 让我们期待下次见面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